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雅各书》二章的后半段 我提醒大家 读的时候要动脑筋 因为这是雅各书中 最具争议的一段 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起 我的弟兄们 这有什么益处呢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姐妹 赤神漏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地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你信上帝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确实战惊 愚昧的人啊 你想不想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以撒 献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着信 妓女喇合 不也是一样 因行为称义吗 他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这段经文 有几句话说得很重 当中有几句话 惹恼了马丁路德 所以他就把雅各这卷书信 叫做正宗稻草书信 简称稻草书信 意思是这卷书信毫无营养 不值得一读 不觉得能够造就人 作词十分强烈 而且马丁路德认为福音至上 他说这卷书信完全没有谈到福音 所以他认为这卷书信 根本就不应该纳入新约圣经 他是威丁堡大学的新约圣经教授 禁止他的学生研读雅各书 这个我们下一堂会再详谈 因为这段经文太具争议性了 所以我会分两堂来探讨 第一堂我们会着重在解经 单纯地探讨这段经文 在说些什么 第二堂我们会着重在神学 到那个时候 你就会需要动动大脑 全世界开发最少的地方 就在你的两耳之间 我在第二堂会要求你们 要尽全意来爱上帝 并且好好去思考 不过这堂只探讨这段经文的含义 到底这段经文在说些什么 这里和上一段经文的关联是在二章一节 雅各说 雅各说你们的信心不可带着偏心 但雅各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信心的含义 他们真的明白信心是什么吗 于是雅各在这里开始谈论信心 整个信息都在讲信心和行动密不可分 经文中的关键词是行为 希腊原文是erga 我提这个字是因为有些人比较熟悉 ergonomics这个英文字 这也来自同一个字 意思是动作 如果你买新车 会发现汽车公司仔细研究过人体工学 手和手背的动作 开关的位置 旋钮的位置等等 这些设计都要符合人体工学 好让人操作起来更顺手 甚至把换挡或是收音机转台的旋钮 设在方向盘上 这是为了合乎人体工学 因为他们研究了开车的时候人体的动作 要想办法让开车的动作更顺畅 各位 这就是erga 意思是动作 不只是行为 还有积极的意思 很多人对这段经文的误解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把行为这个词改成行动 就了解了 雅各士在讲有行动的信心 伴随着行动的信心 这信心不是消极的 而是积极的 这是雅各书的重点 因为他无法忍受虚假的信仰 虚假的信仰 就是光说不恋 完全没有行动 有行动的信心 和没有行动的信心 这两者的差别 是雅各最关切的 以上我们先讲了雅各书的结论 现在来看看他是如何得到这个结论 每个宗教都需要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宗教怎么看信心和行为 这是宗教的两大主题 教义与责任 两者有何关联 重点在于哪个在先 全世界的宗教 只有基督教说信心在先 然后带出行动 这是基督徒通常的了解 但是雅各说这还不够 我们必须明白他的意思 想要分析雅各书这段经文 最快的方法是 研究雅各所用的比喻 还有研究他的论点 所以在二章十四到十七节 这段经文中 我们要看三件事 它的一个认定 它的一个比喻 它的一个论点 我特别选这三个英文字 来显示两者的差别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认定 首先 它用反问的方式来讲 它认定的一件事 反问的时候 都是希望能够得到 想要的回答 所以通常不要别人回答 因为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雅各反问了两个问题 都是在讲 没有行动的信心 没有表现的信心 没有行为的信心 他反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这有什么异处呢 他期待大家回答 没有异处 他反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这种信心能救他吗 他期待大家的回答是 当然不能 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 他已经有答案了 他之所以反问 只是他希望 他们所提出的回答是 没有益处 当然不能 其实雅各他没有把握 他们是不是会这样回答 所以他接着用一个比喻 来强调这点 用类比来形容两件事很相似 就像耶稣使用比喻的时候 常常会说 天国就像这样 基本上是一个比喻 雅各问他们 倘若有个基督徒 就是主内弟兄姐妹的意思 他在讲教会内的人 倘若有个弟兄或是姐妹 正在挨饿或受冻 不仅三餐不济 也没有郁寒的衣服 你对他说 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是套用现代人的话 这个人对那个弟兄或姐妹说 愿上帝赐福给你 他会供应你所需要的食物和衣服 goodbye 你知不知道goodbye这个英文字 是上帝与你同在 God be with it的缩写呢 这个词最早是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用语 上帝与你同在 goodbye 我们习惯这么说 却不知道是在讲上帝 这个人只是助对方好 只用嘴巴来安慰 并没有用行动来安慰 你 你只是嘴巴上说说 但是这些话显然没有意义 光说不练 根本就帮不上忙 光是说愿上帝赐福给你 愿上帝给你一些食物和衣服 这对那个人毫无帮助 是完全无意的 我要强调这是一个比喻 他这里所讲 并非前面提到的那种行为 他并不是说 有信心却没有这种行为 就是无意 不是这个意思 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因为他开头用了 倘若这个词 讲完这段话之后 他说同样的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这个希腊字 hostos意思是同样的 意思是 所以因为这样 是在强调 这只是一个比喻 情况相似 我提这个 是因为有很多人 误解雅各这句话 他们以为 雅各是说 有信心却没有爱心行为 这种信心无意 这根本不是雅各的意思 他是说 同样的 有爱心无行为 这种爱心无意 有信心无行为 这种信心无意 有爱心无行为 这种爱心无意 这是个比喻 所以我们不能够认定 这是雅各在谈论行为 他后面会举两个例子 来说明他的意思 都不是在讲爱心的行为 都不是在讲爱心的行为 而是在讲信心的行为 这是第一个差别 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爱心的行为和信心的行为 是两回事 正如没有行为的爱心 毫无益处 没有行为的信心 也是毫无益处 懂了吗 新国纪本圣经 把这样 likewise一词 译做同样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也用了so这个字 但是这个字 常常遭到误解 这个字的意思 并不是说 神很爱世人 并不是很多 很深的意思 而是指说 同样的神是这样爱世人 得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 才能够明白十六节的含义 我曾经写过一本小书 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大多数人完全误解了那节经文 把so解释为 很多很深的意思 他这里又用了同一个字 so 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 so也是这种用法 摩西在旷野 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 被举起来 各位 看见这个差别了没有 所以 我们不应该说 神很爱世人 应该说同样的神爱世人 再回来看看这节经文 雅各在说明一个原则 但是他不是在说信心的行为 他是说在表达关爱和同情的时候 如果不给人实质的帮助 就毫无用处 光说上帝赐福给你 并不是在帮助人 我们常常只说上帝赐福给你 以为这样就不必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对我们基督徒 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提醒 所以 这是一个比喻 中间那段话 只是在说明一个原则 没有行动的爱心无益 没有行动的信心也无益 但这里的行动不一样 这是我一直要强调的重点 所以雅各说明了 他认定的是 反问了两个问题 又用一个比喻来支持这件事之后 他说 现在你们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直接了当地说 没有行为的信心无法持续 是死的 没有生命 所以 所以没有用处 很多人错过了这个关键词 同样的 雅各在这里 不是在讲信心的行为 他又回去讲信心若没有行为 这种信心是死的 各位请注意一件事 信心和行为 密不可分 并不是信心会带出行为 而是有信心就必须有行为 必须拿出行动 或者我们简单地说 信心就是行动 信心不是想法 不是感觉 甚至不是说出来的话 而是行动 悔改也是一样 悔改不只是心里觉得抱歉 甚至不是口头上说抱歉 而是因为觉得抱歉 就拿出行动 有一个学童这样定义悔改 说因为觉得抱歉 所以喊停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悔改定义了 雅各在这里 直接了当地说 没有行动的信心 无法拯救人 如果你的信心 没有带着行动 对你就毫无益处 这是一句重话 我们这两堂 会针对这件事 有更多的探讨 接着 雅各又提出了一个论点 然后去答辩 我必须承认 我读到这里就不懂了 接下来的几节经文 我并不是很明白 如果有人明白的话 散会后请来告诉我 在这里 雅各假设有人提出异议 有人加进来反驳他这句话 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这个反驳很有意思 请记住 雅各是在想象 反驳者会讲什么 但是我猜他讲到的时候 一定常常有人反驳 常常会 会有人会后对他说 我不同意你这样讲 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传道人都会有的经验 所以 这些反驳 确实有人提过 保罗在罗马书六章 也这样做过 他说这怎么说呢 难道要仍在最终 叫恩典显多吗 很精彩的论述 保罗想象有人这样反驳 一定是因为确实有人这样反驳他 他才会把这段想象的对话 写进罗马书里 就像雅各把想象的对话 写进他的书信 现在问题来了 各位 对不起 我必须要提几个问题 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也许会把你搞糊涂 我先说声抱歉 但是你需要知道 大家对雅各的表达 有不同的解读 另外一个问题 跟想象无关 而是跟标点符号有关 因为用希腊文写的新约圣经 没有标点符号 一长串希腊字母 一个接一个 完全没有标点符号 引号 逗号 句号 通通都没有 所以 有的时候 你必须要想象 标点符号到底在哪里 接下来的几节经文 在原文抄本中 没有标点符号 这会造成什么差别呢 这样会不知道 反驳的论点 是在哪里结束 我们如果看 新国际本圣经 会发现 这一小段的经文 第一句 是加了引号的 各位 有人注意到吗 所以 他们认定 接下来的这些话 是雅各的回答 可是 我越读 却越觉得 不合理 如果 后面这两句话 是雅各 他说的 那我实在不明白 雅各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句话 先看 再说什么 再问 是谁说的 这三句话 第一句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我很确定 这是反驳者说的 是另外的那个人 在说话 但是 新国际本圣经 把这句 用引号标出来 第二句说 你不能向别人 证明你的信心 但我能 第三句说 你的信心 比魔鬼的信心 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连魔鬼都相信 上帝只有一位 他们怕上帝 他们有反应 他们没有信心 但是有反应 各位 刚才这第二句 和第三句 让解经家 百思不解 我把第一个 解经家 说的话 抄了下来 我把它找出来 他说 这段经文的解释 五花八门 而且大多 没有什么道理 很难令人满意 各位 这是我能够 找到的 最好的解释了 他百思不解 用四页篇幅 以小字 记录了 所有的解释 但是没有一个解释 能够让人满意 所以很抱歉 这几节经文 有这个麻烦 画的本身 意思很清楚 至于是谁说的 则不清楚 我绝尽 我绝尽脑汁 而且还曾经写信 给一些传道人 向他们提出我的疑问 可是没有人能够解答 如果我害你们更困惑了 你要知道 每个解经家 也都很困惑 但是我要说说我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 这三句话 其实都是反驳者的质疑 当他说 你或你的的时候 指的就是雅各 是反驳雅各说的 没有行为的 信心是死的 我顶多只能够这样推测 现在我们来看这三句话 第一句话 我们知道是反驳者说的 他把信心和行为分开 把信心和行为 看成两回事 他对雅各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其实这种反驳 十分常见 尤其非基督徒 甚至有些基督徒 也都这样想 他们会说 我又不是神学家 各位听过基督徒这样说吗 事实上 每个基督徒都是神学家 因为神学就是对上帝的看法 每一个基督徒 对上帝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他们说 我不是神学家 我只是遵行信仰的基督徒而已 我只是去做而已 我有时候会开一个玩笑 其实不是当真的 我会说 我和我太太是最佳拍档 我负责讲道 她负责去做 两个人合作无间 其实这只是我的玩笑话 但是有些基督徒会这样说 我虽然没有信心 但是我有行为 我会去做 这个反驳者把信心和行为分开 说两者可以独立存在 他对雅各说 你是神学家 你有信心 你懂教义 我只是去做而已 你可以这样讲 但其实不对 你可以看出 他的这个想法是错的 很愚蠢 他以为雅各把信心和行为 看成两件独立的事 他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就是这样 这句话很容易理解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句 你给我看 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我给你看 我有行为的信心 各位 这是雅各说的 还是反驳者说的呢 我认为 仍然是反驳者在说话 因为他还是用了你来称呼对方 希腊文做 是强调的语气 我想他仍然是在攻击雅各 他的意思是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不能向别人证明你的信心 你不能让别人看见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都在里面 但是我可以利用我的行为 让别人看见我信什么 我可以借着行为 让别人看见我的信心 他这里说的信心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跟雅各一样的信心 他这句话 他这句话正是非基督徒会说的话 你有教义上的信心 但是我只是一个会去行善的基督徒 所以我用行为 让别人看见我信什么 这个人不见得有基督徒全辈的信心 但是他指出 没有行为就无法证明有信心 各位 所以这正是雅各想说的 这不再是反驳 但是他说 想表明你的信心 一定要有行为支持 意思几乎是说 你不见得需要信心 你用行为来表明 你信的是什么 这很重要 所以虽然这句话 有可能是雅各的回答 但我不认为雅各会对这人说 给我看你的信心 因为这人才刚说 我没有信心 我有行为 所以我认为 反驳者仍继续说 没有行为就不能证明有信心 但我会用行为给你看 我信的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 显然是在嘲笑 没有行为的信心 这里问 你信什么 每个犹太人都有一个信条 摘自生命纪六章三节 以色列啊 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经文接着又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尽你全所有来爱上帝 各位 我们常常会引述下半句 可是他说 你信上帝 只有一位 但地狱里的魔鬼也信 而且 他们有一个反应 就是战斗 原文是说 寒毛直竖 毛发都会站起来 我们从福音书中看到 魔鬼曾经三番两次的 对耶稣说 我们很怕你 他们在耶稣面前站斗 魔鬼相信上帝只有一位 犹太人也是这样相信 他们把生命纪的那节经文 当作信条 叫做沙马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这里说独一 意思是 相信世上只有一位神 全世界只有三个宗教 相信神只有一位 基督教 犹太教 和回教 所以 有人想要联合这三个宗教 回教徒愿意 有些犹太人也愿意 甚至有些基督徒也愿意 但是 相信上帝只有一位 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 最重要的是 你相信哪一种上帝 这才是更重要 光是相信独一神 并不是最重要的 光是相信上帝只有一位 并不能够改变生命 甚至可能带来反效果 让人对上帝感到害怕 这是相信独一神 可能有的反效果 魔鬼相信上帝只有一位 却战斗害怕 寒毛直树 他们怕这位独一的真神 换句话说 这种信心 有什么用呢 我想 这句话 一定是反驳者说的 毕竟 雅各怎么会 对这个人说 我没有信心 但是有行为 为什么雅各会对他说 你的信心 没有比魔鬼的信心好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但是 这如果是反驳者对雅各说的 我就可以理解 他在说 光信上帝只有一位 没什么作用 说的没错 所以这个难解的问题 留给你 我相信 一直到十九节这里 是反驳者三次批评 只有信心 没有行为的人 好笑的是 雅各的话 他有一半同意 雅各明白指出 没有行为的信心 毫无用处 反驳者则是说 信心本来就毫无用处 你需要的是行为 各位 我是不是把你们搞糊涂了呢 也许你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 标点符号的位置 很奇怪 但是我看过的注视书指出这个大问号 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这里在说些什么 我只能够分享自己的推想 各位请不要当作真理来听 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我都不会讲错 我并不是教宗 而且我也没有这种野心 我不期待别人把我的话当作圣经来看待 我以前说过 现在再说一遍 请记住 我说的话 如果你在圣经上找不到印证 那就不要相信 圣经是我的保障 我只是个圣经教师 没有一个教师是不会讲错的 那些注视书也可能会有错 我就曾经找到很多错误 我唯一一本无误的书就是圣经 圣经不确定的事 我也不确定 一切都以圣经为准 我们刚刚提到 这些话是出自反驳者 现在再来看看这段辩论的结果 各位 我可以说 一读到二十节 就印证了 我刚刚的解释也许最好 因为 雅各这个时候说 愚昧的人哪 他说他们愚蠢 雅各在说 你们这些空虚的人 雅各他用空虚这个词 是指心思意念空虚 真是愚蠢 太愚昧了 原文的用词是空虚 不是指虚荣骄傲 而是指空虚肤浅 雅各说 你们这些论点 所根据的前提都错了 他说 你们回去看我刚刚说的话 你们这些愚昧的人 真的想明白我的意思吗 真的想相信吗 真的吗 雅各他是在挑战 一个为反驳而反驳的人 所以我认为 新国际本的标点符号 放错了位置 引号应该放在 十九节的最后才对 然后雅各才回应他说 愚昧的人 不用大脑的人 你们真的想相信我的话吗 真的想要真理吗 还是只为辩论而辩论呢 这是我对下面这节经文的理解 各位 我从这里看出来 到目前为止 都是没有用大脑 所说出来的话 是在反驳雅各的重点 雅各说 我要向你们证明 我说的都是真话 你们根本就错了 误解了重点 你们辩论的前提 根本就错了 为了拿出证据 来回答这个人 雅各去看他的圣经 初代教会用的圣经 是犹太人的旧约圣经 别忘了 初代教会没有新约圣经可以读 他们的新约圣经 只有口述 没有写出来 所以雅各要从写出来的旧约圣经中找证据 这是雅各最基本的立场 他是犹太人 他相信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 我们也应该相信 所以他回去看旧约圣经中的两个人 亚伯拉罕和拉荷 什么 这两个人很不一样 再怎么选 也不会比他们两个人更不一样 一个是男人 一个是女人 一个是上帝的选民 未来将成为犹太人 而另一个是迦南地的女人 是外邦人 亚伯拉罕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他是农人 他值得尊敬 可是另一位 拉荷 拉荷他是一个妓女 被大家看不起 雅各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典型 顺便提一下 在西伯来文中 B的发音像V 所以他们的名字应该念作 亚伯拉罕 拉哈 不过在座有很多讲英文的 所以我还是念作亚伯拉罕 拉荷 各位知道这两个人的故事吗 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 拉荷的故事可能有人比较不熟悉 记载在约书亚纪开头的部分 所以不在摩西五经里面 摩西五经是圣经的头五卷书 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位纪 民数纪 生命纪 在旧约圣经的书卷中 犹太人最看重这几卷书 统称为摩西律法 这两个人 一个是摩西五经中的人物 另一个则是摩西五经外的人物 雅各似乎是在说 我要你们了解救赎的广度 要你们知道 上帝的子民中有各式各样的人 因为拉荷成了选民的一份子 亚伯拉罕和拉荷 都成了大魏王的祖先 我们的主耶稣 正是大魏的子孙 你读马太福音一章 家谱中就有亚伯拉罕和拉荷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竟然都成了上帝的选民 而且进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 实在令人惊讶 这两个人非常不一样 所以去比较这两个人 显得更为重要 到底是什么共同点 是他们后来拥有这样的地位呢 答案是 他们都具备有行为的信心 两个人都把信心付诸行动 两个人都用行动证明 他们真的有信心 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 上帝吩咐他这样做 上帝应许他说 透过以撒 你的后裔会多到无法想象 多过海边的沙 多过天上的星星 但是后来上帝却对他说 我要你把独生爱子献为祭 把他在摩利亚山上献为祭 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加略山 或是各个他 很有意思 和耶稣的受死有关联 但是重要的是 上帝竟然要求亚伯拉罕 扼杀他未来的唯一希望 这对他的信心是多么大的考验 在那种处境下 仍然要相信上帝 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 唯一的希望就系在 这个男孩的身上 上帝却叫亚伯拉罕杀了他 亚伯拉罕遵行上帝的吩咐 这对信心真是很大的考验 但是他做到了 圣经记载 以撒扛着要烧的柴火 途中问他的父亲说 我们有火焊柴 但是我们没有羊羔可以献祭 亚伯拉罕只回答说上帝会预备 后来的那一刻一定很可怕 父亲亚伯拉罕举刀 要杀儿子献祭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天使对亚伯拉罕说 没事了 这只是在试验你的信心 如此而已 你不必杀儿子 各位 接下来的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注意到了之后 就觉得真的是难以置信 圣经说 上帝这个时候对亚伯拉罕说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我的了 现在我知道 上帝不是本来就无所不知吗 但他却说 我本来不知道 但现在我知道了 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此可以看见一些端倪 但是我现在不会详谈 这个问题是 上帝知道我们要做的每件事吗 上帝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也知道我们做得怎样 但是他对亚伯拉罕说 现在我知道 不但上帝知道 亚伯拉罕也知道了 当他凭信心行动 就证明他的信心是真的 上帝信得过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也信得过上帝 会阻止献以撒为继 两个人彼此都能够信得过对方 但是之前并不是如此 这个问题 我就留给哲学研讨会去讨论 言归正传 刚刚讲到了亚伯拉罕 他愿意围及自己的未来 只为了顺服上帝 他的信心被挑战到极限 但是他通过考验 雅各在这里说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各位注意这两个动词 信心与行为并行 行为成全了他的信心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两个动词非常的重要 并行这个词是从 Synergism这个希腊字翻译过来的 由一起和工作组成 意思指的是合作 一起做事 保罗说我们与上帝同工 各位 亚伯拉罕的行为 是和信心同工的 在那一刻 上帝确定亚伯拉罕有信心 他的信心因着行为得以成全 他的信心与行为并行 信心与行为并行 这正是雅各在这里的意思 他在问 你的信心完全吗 你的行为与信心并行吗 你会为上帝做有风险的事吗 这样上帝就会知道 你是真的相信他 我下一堂会再来谈这点 这是雅各在这里的意思 接着我们来看看 拉罕这个女人 她也是把信心付诸行动 她拿出行动 在约书亚纪二章 我来讲一下 拉罕的故事 当时以色列民刚过约旦河 这个时候 正在应许之地上扎营 有意思的是 上帝为这一带分开约旦河 正如他为上一带分开了红海 上帝为他们重新行了这个神迹 因为当初过红海的人 大多数都已经死了 上一带只有两个人没死 所以上帝就重新把水分开的神迹 他们就走在干地上 进入应许之地 而且上帝必须要再跟他们 讲一遍十戒 好确定他们都明白了 所以生命纪复述了 出埃及纪中所记载的十戒 生命纪的西伯来原文 意思就是指第二套律法 所以他们领到第二套律法 跟十戒的内容一样 还有一些别的律法 由此可见上帝的用意 上一代几乎全部死在旷野 这是在惩罚他们没有信心 如今是新的一代 上帝为他们分开河水 带他们走过干地 进入应许之地 但是眼前要面对的 是坚固的耶利哥城 这座城 是他们必须要拿下的第一座城 攻不下耶利哥城 就无法再前进 耶利哥城守护着 他们过约旦河的地方 各位都知道 耶利哥城的城墙 在号角声和哈利路亚的喊声下 应声而倒 但是有一小部分的城墙 还没有倒掉 考古学家好像还没有挖出那部分城墙 但是有一部分的城墙 没有倒 有间房屋就盖在那部分的城墙上 那是一间妓院 这间妓院是由妓女喇和经营 就立在城墙上 面对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 约书亚拆两个探子进城 吩咐他们去探查城内的情况 再回来报告 要怎么攻占 以及难度如何等等 两个探子于是前进城里 他们相当天真的决定投诉在妓院里 大概是觉得这样最不容易被发现吧 喇和收留了他们 城里派人来搜房子 因为听说有探子潜入 警察前来搜查 喇和就带他们上了房顶 把他们藏在正在晒太阳的一堆哑麻中 这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二章 警察来讯问喇和说 探子是怎么进来的 邻居说他们看见这里有两个外地人 喇和说 他们已经走了 他在说谎 因为他把他们藏在亚麻下面 他不但让他们留宿 还建议他们离开的时候 要逃往东边的山上 要他们不要马上回到以色列人那里 往东走 我会告诉他们说 你们回去西边的营地了 他撒了两次谎 各位 我要说的是 亚伯拉罕和喇和都不是完美的人 圣经记载 他们两个人都曾经为了保命而说谎 所以 拉罕和叫他们去东边的山上 不要回西边的营地 他谎称两个人往西边走 于是警察就往西边追 想要在他们回到营地之前抓到他们 结果当然铺了空 他对探子说 三天后 你们再留回耶利哥 然后回营 这样就救了两个探子的性命 他之所以这样做 原因就记载在圣经上 他说 我们都听说了上帝为你们所行的事 他提到红海分开 他说 我们都很怕你们 因为我们相信你们的神会把这座城给你们 确实没错 但是他的信心非常之大 他说 我相信你们的神 接着他说 当你们拿下这座城 他不是说 如果你们拿下 而是说 当你们拿下 能不能善待我的家人 喇合用绳子把两个探子从窗户垂下城墙 让他们逃到山上去 探子对喇合说 你把这红线绳系在窗户上 我们攻城的时候就会看见 凡聚集在你家中的人都会平安无事 结果耶利哥的城墙全部倒塌 只有一小处幸免 就是喇合的家 窗户上垂下一条红线绳 很精彩的故事 这和亚伯拉罕的故事 有什么共同点 很简单 他整个未来豁出去了 连性命也豁出去了 这样干冒其险 是因为他相信以色列的神 这个故事令人振奋 亚伯拉罕和喇合所关切的 不是给挨饿受冻的人食物和衣服 那是爱心的行为 他们关切的是自己的信心 关切自己是否信靠和顺服 两人都凭信心行动 所以两人都称义 都成为上帝的朋友 其实亚伯拉罕并不是 立刻就被称作上帝的朋友 而是多年后 有两个先知 称亚伯拉罕为上帝的朋友 直到今天 所有的穆斯林 都称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 这么荣幸的称号 他是怎么得到的 是因为他相信 并且拿出行动 正因为如此 所以雅各五度下了结论 猜短短的十三节经文 雅各就五度下了这个结论 他给了答辩 给了自己的论点 现在又回到基本的思想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不能拯救人 对你没有任何益处 对谁都没有益处 这就是结论 这也是雅各书中 引起最多辩论的一处经文 在下一堂 我会和各位谈到神学 雅各的这句话 和保罗的教导 似乎有所抵触 各位 保罗和雅各 对信心与行为的教导不同 保罗明白指出 我们得救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得救是因着信 这乃是上帝所赐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引述保罗的一句话 来对照雅各这句话 下一堂我们会看另外一句话 他们两个人的话 真的是互相抵触的吗 保罗不是教导说 我们是单单因信称义吗 而雅各的话 不是正好相反吗 雅各说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靠信心 福音派基督徒 大多无法接受 而加以反驳 像是马丁路德就说 不可以抵触保罗的教导 好了各位 我们下一堂回来 再一起来看看 这个重要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